全油管最快新闻,据报道,美国网络主播凯·塞纳特在纽约举行赠品活动时,引发了一场大规模骚乱。 数千名年轻粉丝涌入联合广场,向警方投掷石块、铁铲、瓶子等物品,并袭击警察、砸毁汽车。 警方已逮捕了该事件的发起者凯·塞纳特,并对其提出了煽动骚乱和非法集会的指控。 视频显示,骚乱现场混乱不堪,人群围住了凯·塞纳特的车辆。 警方在局势逐渐得到控制后,逮捕了65人,其中包括30名青少年。 警方通过社交媒体呼吁人们避开联合广场。 订阅新闻及速递,最先知小天下事。